保护这个国家的主权是每一天要做的事情 您是否同意台湾人民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主人 是否赞成修改国籍法 明确界定只有台湾人民才是我国国民 在主权立场上 我相信民进党人在主权立场上 应该都没有太大的不同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未来的前途是由我们2300万人来决定 这个几乎是全台湾人的共识 那当然也只有2300万人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修不修国籍法都不会改变这个事实 那三年来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确保台湾主权的自主 主权的独立 那每一天我做的工作都是在做这件事情 强化我们的国防 增加我们的国防的战力 我们的国防的自主能力 我们跟其他的国家的交往 建构全世界对我们的支持 对于一国两制 我们清楚地拒绝 把我们的主权立场都说得很清楚 保护这个国家的主权 是每一天要做的事情 我们的国防界 我们的国防